我们身体的五行 其实各位 我们来讲 我们所需要的那个用神 其实可以在我们身上里面 就可以去找到 那你就可以利用这些动作 来帮你补足你的一个五行 那当然 第一个你八字要水的 你八字要水的 来 在座各位 我们身体上八字水有哪一些 说到水老师口渴了 来赶快回答回答回答 耳朵 耳朵属水没有错 所以当你的水受伤很有可能 听力会不好 血液循环 逆尿系统 血液 好 所以这一下你们都知道 我们补水 会有几个动作 胡威廉你好 我们补水会有几个动作 其实是不错的 你双手 食指 各位是内扣 食指内扣 各位看到食指内扣 不是外扣 是内扣 你就这样子压着 然后过个10秒20秒 这样子来讲 你就会慢慢的觉得你的手会 越来越紧绷再放开 这样子 你的手 手上的这一些穴道 是会被压的 这样子你的一个水 他是会 慢慢的补起来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补水的一个动作 AC 林梦宏 KL 你们好 我们刚刚说耳朵 耳朵他其实也是一个水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捏 你八字要水的 你就可以捏你的耳垂 了不了解 你就可以捏你的耳垂 他也是可以去补你们的水 所以你八字要水的 食指内扣 捏你的耳垂 然后 各位 就是 闭嘴 当你在闭嘴的时候 你的口水会比较多 这样子 这样子你的一个水性 就会比较旺 所以在水的里面 就可以什么 食指交扣 耳朵 还有闭嘴 还有闭嘴 这是水的特质 我们现在 第二个 木 我们身体的木 有哪些 木木木木木木 日地零好 骨头头把骨头四肢 所以这些都是属木 你就可以 美甲 指甲 你可以留指甲 有没有解 你可以留指甲 所以 美甲 其实是针对木 很好的 美睫 睫毛 也是不错的 眉法 三眉 所以 要木的 可以留指甲 把眉毛用好 把头发 留长法 这些都是针对木 当然 骨骼强壮 假如你八字要木 结果 骨质疏松 哎呀 那对你就是一个什么 很大的一个 警讯 所以 骨头 就是我们的木 我们的木 那你八字要木的 还可以 怎样 多穿衣 要包的紧紧的 因为衣服 就是属木 所以 有很多 都说 哎呀 我八字要木 所以 我要来去买漂亮的衣服 来钱给我 不对 你要穿的是包的紧紧的 不是那个 露的很多 露胸 露肩 露屁股的 这样子 就 不对 要穿 包紧紧的 所以你好 所以衣服 也是属木 好 再来 土呢 来 土 我们身上的土 动动脑 动动脑 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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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脾胃 哪还有呢 肉体 西歪只想到 年轻的肉体 吴伟雄的屁股 吴伟雄的屁股 吴伟雄 来第一个 当然是胃 胃 所以你八字要土 把你的胃 把他用好 那来说 胃肠药 金石字胃肠药 就很不错啊 张国东 强卫萨 Wakamoto 这一些都算是 那土其实很好取得 了不了解 土呢 你只要走路就行了 走路在无形中就会补土了 因为你们不是功夫里面的六师弟 轻功水上飘 你们都是普通人 都在路上走而已 那土就是大马路 土就是大马路 所以 就是多走路 其实你就可以 在无形中 就可以 补到土 来讲你也可以 你家里面 假如地板是大理石的 或者水泥地的 你就可以光的脚丫子在家里走来走去 这个也可以 所以土来讲 他 比较好取 但是你不要说 我八支药土 把家里用个乱七八糟的 他妈对 二黑五王属土 不过那个是风水上的煞星 不要去 不要去乱搞 我们讲的是 在我们的身体要怎么去取得 还有 还有你身上的肌肉 肌肉也是属土 所以你假如肌肉酸透 你八支药土的 那就会开始不好运了 了不了解 肌肉也是属土 属土 所以这时候赶快去买肌热 哎呀 喷一喷 八支药土的 那自然就会比较好 了不了解 肌肉也是一个很好的 八支药土的 让你的肌肉能快速的回复这 回复 然后再来 木 火 再来就是火 那各位火呢 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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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也没有什么力 头 眼睛 心脏 没错 他在我们身体是这样 但是 我们可以用的就是 所谓保养眼睛 眼睛 眼睛其实是一个 比较简易的 所以你八支药火了 你的眼睛很重要 我之前有说过 你可以干洗 就是 把你的手 搓一搓 他就会很热 然后 去敷你的眼睛 去这样做 现在也有一些 眼罩 热敷眼罩 这些你也可以拿来用 这一种的 其实对于眼睛 他是一种帮助 再来就是额头 你八支药火的 你就可以露额头 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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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属火的 他就是属火的 所以你假如八支 要火的 你就把额头稍微拨开一点 让他去晒太阳 假如是八支祭火的 那就是留一些刘海 甚至出门 就是戴着帽子 了不了解 所以你要补火的 这两个 其实在身体上面 这两个是非常好的 金呢 金 肺气管 还有没有 喉咙 金路理好 你看讲到金 金就跑出来 金 就是啊 呼吸 鼻子 就是 喉咙 肺 这一块 他是属金 所以一般来说 你们要保养猴子 喉咙 就是说 金那个穿沛鼻他高 所以你八支药金了 练练喉咙咙 练练歌声 其实 不错 所以你就要特别去注意 你的鼻子 喉咙 所以练练歌声不错 金的人通常唱歌不会太差 金的人唱歌都不错 还有肺 对 所以 你要金的人 练练喉咙咙 唱歌 或者是 肺活量 就是呼吸 呼吸这一块 可以去练 让你的肺活量高一点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在我们身体上 就是 怎样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其实有各个五行 来说 你的身体会首先反应 首先反应出来 然后会先给你警告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吴伟雄 他现在鼻子 堵着了 所以他的筋就是受伤 他的筋受伤 筋受伤 很不好 好 所以他会先反映出身体的部分 然后再来会反映到孕层 会反映到孕层 所以各位要去注意 要去注意这一块 鼻子 女人的鼻子代表的是另外一半 女人的鼻子 了解 女人的鼻子 所以你们要好好保护鼻子 这样子 你另外一半的 条件就会比较好 来 月小夏圆 你好 不能我时间多的很 了不了解 我可以下午 我又不是天天有客 知道 金鹿就是关心我 了不了解 这样子 老师 就会接受 了不了解 心意 老师就接受了 不然 我跟你说 老师又要遭受非人的攻击 发不出汗 去外面走走路 跑跑步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 就是 在身体上 的五行 你的这一部分 只要出问题了 那就是 表示 你的一个五行 某部分是有伤的 他身体会先反应 身体会先反应 他也是 你八字 假如你八字有所喜用 你也可以针对 这一个区块 针对这一个区块去加强 这样子 他也可以 让你的一个运程 会比较好 所以第一个要跟各位讲的 就是身体的一个五行